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重要的应用 叫稳定配对 那这个在1962年 这两位教授写了一篇文章 叫大学招生 跟这个婚姻的稳定度 投在美国的这个数学月刊里面 那David Gale这位教授呢 这个在2008年过世 那在2012年 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颁给Roth这位教授 跟Chef Lee这位教授 就是稳定的分配 跟这个市场的设计 因为诺贝尔不帮给过世的人 那如果呢 基本上呢 他这是这个后来做的很多研究 就是实证上的研究 说我们如何把这个医生 跟这个医院的配对 就是医生毕业之后 要去医院实习 他这个医生有这个 想要找他 他有兴趣的医院 然后医院有想要的这个候选人 他两个之间如何 找到一个最好的配对 然后这个学校的 小孩跟学校的配对 器官监证者 跟病人之间的配对 所以基本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 那基本上Roth本身是经济学的教授 那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个所谓的这个排序的这个矩阵 我们现在有三个男人 叫α,β,γ,然后三个女人A,B,C 然后呢 对α这个男人而言呢 他呢 他把他的这个三个对象 那A,B,C的这个排序呢 是1,2,3 看第一个数字 那A这个女人呢 他的三个配对的顺序呢 他喜欢β 然后接下来那是γ 最后呢 才是α 所以你看注意到呢 这两个人的 对对方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喜好度呢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不会配对 所以基本上属于 这个分配的问题 所以呢 一个分配呢 被称为不稳定 说如果 在他底下 他有存在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 那who呢 来形容这两个 他们两个没有结婚 e to each other 但是呢 更喜欢对方 比起他们真正的配对的人缘 那我们用这个图片来讲 我们现在把M配对给W M'配对给W' 但是呢 两个如果配对的时候呢 他们的配对的喜欢程度呢 分数呢会更高 所以这就不稳定了 所以这基本上是来自于 演算法设计的这本书里面 那基本上呢 演算法是在资讯工程 在很多的系呢 都是必修 非常重要的 如何讲 这个 所谓的演算法 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计算解的方法 有很多种 我们如何得到有效率的 比如就像我们讲 线性规划一样 我们可以讲单行法 单行法 也可以讲内典法 那内典法的效率呢 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 因为我们呢 先有三个人 三阶层所有六种可能的结婚 所以就是这个这三种 然后后面这三种 所以我们把α配对给a β配对给b γ配对给c 那就是相对应它的这个 e3在这个地方 然后βb呢 是e3在这个地方 所以对这个男人而言呢 它永远是得到最高的 然后对女人而言呢 它这个呢 是永远得到最高的 那这一组呢 大家都得到它中间的选择 那接下来我们看 三个不稳定的 假设我们把配αA 所以就是α配abc abc 然后呢 这个β配c 它就是2,2 然后γ配b3,1 那但是呢 各位注意到呢 我们先把这个 把这两个呢 给它做一个交换 也就是α配b α配b呢 α配b呢 是2,2 那a配γ呢 是γ配a呢 γ配a呢 是2,2 那各位可以注意到呢 在这个例子里面 a呢 本来分数是3 但是重新配对之后呢 它得到2 那γ的分数呢 本来是3 重新配对之后得到2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呢 配对 这样子的配对呢 导致说我们中间有一对呢 他们呢 如果重新分配 2个都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就是 不是一个稳定的分配 货现实集会 țe Gemby by bwd6